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有民众昨日在网络PO文,指一名台铁保全同时引导二名视障人士,但在移动的过程中后方的视障人士却撞到月台上柱子,导致头部撕裂伤出血,当场躺在地,但随后台铁人员却有许多环节处理不当,像是试图移动头部受窗伤患,以及态度不友善等, 让他看不下去主动上嫌协助,该文PO出后则引发不少讨论。据悉,该名受伤的视障人士其实是视障袍者,台湾阿甘张文彦,他事后表示希望他是最后一位受害者。 台铁台北站7日晚间发生芒包受伤意外,有民众8日凌晨在脸书贴文,指当时有一名台铁保全同时带领两名市障人士前往大冲捷运,结果在行进间排在后方的是障人士撞到月台柱子,导致右边眉角撕裂伤病出血。 PO文民众经过现场时正好目击是障人士倒卧在地,但他质疑,当时伤者头部受创,台铁战务人员却还试图移动伤患,且处理态度也不甚友善。 像是铁路警察及台铁工作人员不仅为主动向伤患表明身份,还大声要求伤患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站在一公尺外的铁路警察根本听不到伤患微弱的声音表示文件在左边口袋,是PO文民众靠近伤患戏听后才转告铁路警察,结果铁路警察蹲下来找时还一直抱怨找不到。 但找到后又因台铁人员老花眼看不清楚,一旁的台铁站长还取笑台铁人员,让PO文民众直呼我叫他们不要吵了。 PO文民众也指出,在场协助的工作人员都对市仗者使用的工具很陌生,因为在他询问伤者是否需要联系亲友时,医疗人员及警察却一直是主把手机拿走, 或是大声跟伤者说话,导致Zero功能无法使用,但许多是仗者是用听以及说的方式来使用手机,在他协助说明后,伤者才终于联络上他的朋友。 PO文民众也提出,台铁保全的工作内容涵改了什么。 一个人可以引导两位市仗人是吗?到底是人力不足?还是训练不足? 并忠心希望该民伤者可以早日康复。 据苹果日报报道,针对民众提出质疑,铁静局方面则回应称,并无民众所指控态度不佳的状况,并指该为民众是在当晚10点20分跌倒。 他们疑惑稀有民众跌倒需要协助,警员就立刻到场处理,为了登记资料也有向民众索取证件,但强调并无口气不佳,之后救护人员到达,也在10点38分协助将民众送医。 报道指出,该民伤者其实是市仗袍者张文艳,他在撞到柱子后,右边没脚伤口约有3公分撕裂伤,逢了约5针。 不过他表示没有怪警方,但希望保全及台铁人员在协助引导市仗者能多加小心,因为一个不留意就可能让市仗者撞到障碍5。 他也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位受害者,并建议宅铁是否能派人训练参加如何协助市仗者,甚至在训练中让服务人员模拟眼睛被蒙上的情况,亲身体验市仗者的处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